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3号则是否认乌克兰对普京或是对莫斯科发动了袭击 强调乌军只在自己的领土上来作战 要保卫村庄和城市 正在芬兰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北欧五国 芬兰 瑞典 挪威 丹麦和冰岛的领导人会面后见记者 并回应有关俄罗斯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指控 德连斯基否认指控 并强调乌克兰不会袭击普京或莫斯科 泽连斯基还表示 指控乌克兰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俄罗斯没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 没能借以激励国家 也不能再轻易地把士兵送上战场 所以制造袭击的消息 想要激励俄罗斯人民 另外 泽连斯基也谈及黑海粮食协议 认为俄罗斯无意继续履行协议 乌克兰未来将专注寻找合作伙伴 包括联合国及土耳其来执行协议 泽连斯基当天也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举行双边会谈 他表示 在乌克兰和芬兰的共同努力下 赫尔辛基永远不会遭到侵略 这次泽连斯基出访芬兰 北欧五国都表明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财政 人道主义和军事支持 不过 尼尼斯托就表示 芬兰需要先收到新的F35战斗机 否则无法向乌克兰提供大黄蜂战斗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